身穿桃紅色外套的六十多歲婦人 說要匯款五十多萬元給國外的朋友 袁錦一聽就知道她遇到詐騙了 你有跟她見過面嗎 見過一次 你要跟我說實話呢 沒有啦 有她有照片 騙人的 袁錦跟婦人說對方是詐騙集團 自稱是戰地軍醫都是假的 嘘寒問暖也是假的 苦勸很久婦人才離開 沒想到袁錦前腳剛走兩個小時後 婦人又回到同一間郵局要繼續匯款 夫人嘴巴說有聽懂 但她已經被詐騙集團設計的假戀愛 給衝昏了頭 當天下午她又跑到另外一家銀行 三度要匯款 一樣被行員發現有異狀通知袁錦 袁錦一來看到又是她 忍不住驚呼 婦人一個人住兒子在外地工作 沒有家人陪伴 才掉進詐騙集團的愛情陷阱 袁錦雖然無奈到不行 但也是耐心向婦人解釋 一日三回苦勸 終於收到了婦人的善意回應 打消匯款念頭保住積蓄 華視新聞 什麼樣蹤影 吳少卿 苗栗報導